他每天都会买一张彩票 而且是同一个号码买了三年 因为这个号码是女神的生日 在报复的期盼中 还不忘带着一份单相思 可惜的是 今天他终于中了六千万 然而在这个海上团建的日子里 还没等他高兴多久 一个百年难遇的陨石就砸向大海 瞬间激起了千层巨浪 而此时的老马也还上头 完全没注意到危险来临 众人终于反应了过来 眼看逃跑来不及了 领队的王岛当即决定 立刻从巨浪风尖起过去 越到海啸背部才是唯一活路 可惜运气不佳 一艘巨轮侧面撞来 直接把众人压进了大海 好消息是 船上的三十人都还活着 不过坏消息是 天降暴雨 破衣露宿的众人动得是瑟瑟发动 能活多久成了新的问题 第二天清晨 当大家醒来后 第一时间就质问起了导游小王 我们在哪里 怎么不打电话求救啊 然而小王又何尝不想 眼看众人是越急越乱 老马终于忍不住劝道 老马的一顿吼 果然让大家清醒了些 而为了先填饱肚子 小王率领众人摘起了野果子 他在部队待过几年 野外生存就是他的必修课程 相比之下 其他人就显得稚嫩了许多 不过一天两天还行 当三四天过去后 小王发现除了自己在干活 其他人都在坐享其成 就等着食物喂到嘴里了 但原本这样也罢 可其中一个老总受够了野果子 吃东西也总是挑三拣四的 我都没试过 自己夸话了 你还想要啥 如果晚上弄了酒 怕我自己吃 不干活就别吃了 小王终于忍不了了 他大声怒吼说 在这里别给我分什么张总与总的 想要吃饭就自己动手干活去 余总哪受过这气 转头就想叫来保安制止他 保安保安的叫什么 叫我呢 啊 我叫赵天龙 人说的对 在这儿没人惯着你们 可说保安保安 保安怎么的 哎 现在是关键时刻 大家要团结嘛 啊 说的对 要吃就自己干 至此 矛盾点爆发了 社会阶级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不过阶级是没有了 但领投养还是必要的 此时教授提议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 如果想要团队统一协作 那一个有能力的组织者 必不可少 这样才能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听吧 几个员工建议张总领队 毕竟他是一个上市老总 管理队伍那也是绰绰有余 然而另一拨人却不干了 相比于管理 能填饱肚子才是硬道理 于是通过一轮投票 小王成功当上了总队长 可是谁都没想到的是 这个看上去忠厚的小王 在当了队长后 竟然完全变了